保卡查詢 那如果是委任代理人代為查詢的話呢 所得人需先利用符合規定的電子憑證 完成線上授權後 由代理人以其電子憑證查詢 那另外呢 為服務有零貴報稅需求的民眾 那國稅局有提供報稅預約三合一 那所謂的三合一是包括網路預約啊 還有電話預約 還有當日取號的辯明措施 那除了當日到現場預約取號外 那民眾也可以使用電腦或手機 到各國稅局的網站 或撥打0800000321的免費的服務電話預約 那預約次日起三個工作天內 三班時段零貴報稅的服務 那譬如說 那譬如說今天大家如果說 今天去利用這個網路去預約的話 那因為他是從次日開始算 好 次日就可以預約 但是因為明天是禮拜六 那後天又是禮拜天 所以你今天預約的話 就可以預約4月29號也就是禮拜一 還有禮拜二就是4月30號 還有5月1號 這三天 你這三天都可以 所以任何那個三班時段都可以去預約 那我們的預約時段是兩個小時 就是說你可以預約8點到10點 然後過來就是10點到12點 那所以這個可以去網路預約 那電話也可以預約 那你預約完之後 在預約的日期時段到報稅現場去掃描這個QR Code 或輸入電話號碼 那就可以完成報到 那縮短你現場那個等候的時間 那另外呢 我們的加班時段是今年的5月1號 還有5月27號到31號 這一整個禮拜 5月27號是禮拜一嘛 那5月31號是禮拜五 那這一整個禮拜的 我們有提供中午不打烊的加班收件服務 那最後一天是5月31號 我們晚上也有延長加班收件時間到晚上7點 那如果大家如果有任何疑義的話 那都可以在三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 電話是0800000321恰訊 那也歡迎大家到各國稅局的網站 利用國稅智慧客服的國稅小幫手 那線上提問 那以上是我的第一片報告 謝謝